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家隔壁刚搬了一个帅哥 给我送了好吃的 你尝尝 新目标 大概是打几的新爸爸吧 级别这么高啊不是吧 来 等一下啊 谢谢 好 你 你怎么来了 爵 男朋友怎么来了 大家好 我叫云霄逸 刚搬过来的 是个科幻小说家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又到底在搞什么鬼 瑟瑟 你闺蜜 跟男朋友吵架了 不 不知道啊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 还好好的呢 她才不是我男朋友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来 你们先吃啊 从昨天到现在 你是不是没见过梁子海 你什么意思 去看看没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十二年前的火灾 我查到了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真忘了 那就没办法了 本来是有视频的 但我决定 就给你两秒听 我觉得这两秒 应该足够让你想起来了 先带我女儿走 别管我 走啊 想起来了吗 走啊 我也很惊讶 我没想到你和田绝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小海林要求 别冲动 这里还有别人呢 李莲儿 李莲儿 新海强威十二年的逃犯 在你面前这么坦当嚣张 你不觉得在哪里 出了问题吗 我只知道 你今天跑不了了 你敢对我动手 五分钟后 这个视频就会自动上传到网上 到时候全世界都会惊叹于 你和田绝的爱情故事 不对 准确地说 全世界都会惊叹于 你十二年前的选择 你这个疯子 你在田绝和他爸爸之间 选择了秀田绝 真的是可歌可泣 感天动地 看到我都要哭了 我说过吧 你不准动他 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 让我猜猜看 你这个性格 你救了田绝 肯定会回去救他吧 所以 当时肯定 是出了什么意外情况 你救完田绝 应该是半透明状态 然后 地球人发现了你的异常 我说得对不对 如果田绝看到了这个视频 知道他父亲 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了他活下去的机会 他还能像现在 这样快乐地生活吗 林老九 你到底想干什么